卢比欧又搅出全场最高29分美联赦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近况火烫的爵士今天又在客场踢馆灰熊 两队虽然命中率都不高 不过爵士靠着本戏大爆发的西班牙金头卢比欧 Recky Rubio搅出全场最高29分8助攻 助爵士以92比88胜灰熊拿下7连胜 爵士近期势如破竹 赛前已拿下6连胜火力强劲 前一队上体狐更是砍下本季新高133分 反观灰熊近期则出师不力 而且接连两场都拿不到90分 两队近况虽是天差地远 不过爵士倒是没占到任何便宜 遭遇灰熊在主场顽强抵抗 灰熊在首节展现同墙铁壁的防守 不过首节两队命中率都不高 首节打完爵士以21点16分领先 次节两队比数依旧纠结 爵士虽然略占优势 但也很难拉开差距 靠着卢比欧外线出手命中 助爵士连拿5分 上半场结束两队还是维持5分之差 一篮后 灰熊虽然一度打出几波攻势 第三队剩2分23秒时 在哈里森 Andrew Harrison 突破上蓝的手后 追到仅2分落后 没想到接下来灰熊却失去准心 爵士J 强森 Joe Johnson 一人连拿5分后反超 而爵士在末节总算拉开差距 比赛剩下最后37秒时 在卢比欧一口气连拿4分之后 爵士一举拉开比数 锁定胜利最终就以92比88击败灰熊 西班牙金铜卢比欧此一砍下29分 巴兰板三次助攻 本季大爆发最近5战有4战都砍下至少20分 命中率高达55% 今天在先发5人中表现也最为亮眼 替补上场的胡德 Rodney Hood 则拿下18分 超级赛鸟米奇尔 Dunovan Michel 12投4中仅拿9分 苦吞5连败的灰熊 则是由哈里森拿下23分 全队最佳M 加索 Magasso 则有20分 6蓝板汉武助攻进账 哈里森佐拿下灰熊全队最高23分 美 连射 2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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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